总观美国战机发展史 单论隐身性能 A12称第二 没人敢称第一 其布局虽然是跟F117一样的非翼布局 但整体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三角形 没有尾翼 没有明显的机身 隐身能力秒杀F117 超越B2与F22 性能放到现在也很能打 那美国为什么要淘汰A12 三角翼的布局又有什么优势 文心提示 本期视频稍微有点硬核 A12复仇者二式攻击机 由麦克唐纳道格拉斯 与通用动力合作研发的 一款隐形舰载机 研发原因稍微有点无聊 火力军就不多说了 直接上结果 A12计划替代当时的A6 项目1981年招标 1988年签订合同 当时预计在1990年生产1200多架 分配给海军 海军陆战队和空军 预计单价1亿美元 性能也是跨时代 按照当时美军的报道 A12的隐身技术比F117更先进 与A6E相比 作战半径增加60% 武器载荷增加40% 可靠性比A6E提高43.3% 可维护性提高24.5% 出勤率提高53% 并且在射程方面 A12比A6射得远 与现有战机相比 A12最大的特点 不是性能参数 而是隐身 如果说雷达能在80公里处 探测到美国海军的飞机 那么A12需要到16公里时 才能被探测到 为了隐身性能 A12用的是三角形飞翼式布局 完全没有尾翼和明显的机身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用三角翼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咱们先看看 美国的隐身战机都有哪些特点 F117和B2这种隐身 轰炸机都是夜间高空入侵战术 一般情况下 作战时的飞行高度 会超过预警机的巡航声线 只需要考虑飞机腹部的隐身 所以F117和B2 都把进气道和喷管 设置在机体上方 利用平坦的机翼遮掩抢反射区域 但F35 F22这种战斗机 与F117 B2完全不同 没办法 隐身与空气动力学之间存在冲突 隐身要求战机的表面尽可能光滑 使用的线条需要尽可能比直 只是过度非常突然的平面形状 将会气流与表面分开 导致飞机失俗 如果要兼顾这两方面 只能妥协 就比如YF23 当初与F22竞争时 为了追求更强的隐身性能 也选择喷管上置 隐身效果确实挺好 但大仰角机动性不行 也无法安装矢量推力系统 最终败给F22 F22 F35这样的五代机 隐身性能确实很重要 但机动性同样重要 所以不得不采用直线与弧线 平面与曲面的结合 但是对于机动性要求不高的飞机 设计者可以专注于隐身 牺牲机动性 A12的任务类型为低空突防 被地面雷达发现的可能性不大 需要提高的 是针对空中预警平台的隐身效果 同时A12还有战术支援任务 不能像F117那样 搭载两枚907公斤炸弹就行 必须是类似A6那样的弹药卡车 所以A12选择三角形飞翼布局 算是最合适的 首先隐身问题 A12没有垂直尾翼 消除了受到侧向雷达照射时 最强烈的反射回波 其上表面唯一的凸起就是驾驶舱 对预警机下视雷达的隐身效果也很好 同时等边三角形一身 也就意味着 所有雷达反射波数 只能汇聚在三个方向 也就是前缘垂直方向和正后方 最大程度减小了被发现的概率 敌方雷达入射波 偶尔与这三个方向重合时 也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探测到A12 伴随彼此位置相对移动 信号会迅速丢失 无法形成连续跟踪柱 这点A12比B2更强 B2虽然也是飞翼布局 但后缘是锯齿状 拥有四个强反射方向 F22是八个 其次 载荷问题 根据空气动力学理论 飞翼布局的升足比最高 而且内部载荷空间比传统布局大30%以上 A12的主武器舱 至少可以挂在3000到3500公斤弹药 自卫武器舱还能额外挂在1000公斤 超出F117一倍了 如果采用飞隐身外挂方式 载弹量与A6差不多 当然三角翼不是没有劣势 火力军总结下来 A12被淘汰的原因有四个 其中三角翼就占了两个 比如最经典的超众 因为A12的定位是 舰载前沿载人攻击机 需要足够的防护 承受舰艇的冲击 同时A12使用三角翼 也就意味着 对隐身有极致的追求 所以它必须大规模使用 非金属复合材料 才能完全符合要求 只是同时满足这一系列的要求 以现在的技术都很难做到 更别说30年前了 结果因为A12材料强度不达标 不得不使用更重的金属部件代替 大幅超重在所难免 还有就是A12无法具备 基本的自卫空战能力 美国空军与海军 对A12的任务要求 有一定的重合 比如低空进入能力 任务泡面为高低高 或者低低低形式 可以在目标上空 实现目标识别和精确打击 原因也很简单 美国空军的F117与B2 都属于高空轰炸机种 比较依赖弹药的制导能力 以及事先对目标的侦察定位 作战灵活性和随机性不足 空军主要希望A12取代F111 承担纵身折断和战役级别 高价值目标打击任务 具体而言 就是在活动半径和载弹量方面 介于F117与B2之间 美国海军则优于历史传统 强调对登陆作战的禁具支援 还有就是自身的技术特点 毕竟海军不能在航母平台上 即将远程战略打击飞机 更加重视战术打击和前沿空中管制等任务 所以需要A12扮演强击击的角色 当然 二者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特别是海军任务相当多 在航母作战群执行海上控制任务时充当反舰角色 在对陆作战时不仅需要具备攻击移动车辆的能力 还需要具备在中远距离 可以打击拥有严密防空保护的高价值目标 也就是兼顾A6和A7的功能 另外 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自卫空战 问题就出现在自卫空战方面 因为追求隐身性能 A12在飞行中不稳定 需要电船飞行控制系统来稳定飞行姿态 机翼内侧的大型升降副翼 用于控制飞机抚养 滚动和其他动作 并且因为没有垂尾 A12的高速方向稳定性较差 偏航控制不够灵活 当然 这些问题并不能抹杀A12整体的性能 美军淘汰A12的原因 还要追究的更深 根据设计 A12全长11.5米 驿站21.4米 空重17.7吨 最大时速930公里 航程1480公里 最大高度12200米 停放航母机库内时 左右一肩部分可折起 这时驿站只有9.83米 满足对航母载机的尺寸限制 增加在航母内存放数量 并且可靠性高 维护成本低 灵活性比A6飞机更好 可以执行深入打击任务 隐身技术比F117更先进 敌方雷达的探索距离 比当时已有的海军飞机 缩小5倍 即使满载武器时 隐身能力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A12听起来很完美 唯一的问题就是 如何实现这些功能 根据美国的报道声称 A12中止的主要原因 就是飞机体重过重 和经费严重超支 就性能来说 A12隐身方面的问题不大 三角翼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但机身材料的问题 却无法解决 为了减重 A12使用了很多复合材料 结果坚固程度达不到要求 最终被迫用金属部件来代替 同时因为飞机腹部蒙皮 开口太多 两个机翼一凉 承受负荷很大 还需要加强 这加一块 那加一块 飞机的总重量就会超标 毕竟航母舰载机重量上限 就结果来看 A12超重了30% 上舰后勉强能起飞 但是带不了任何弹药 而且航母升降梯 无法同时运载两架 除此之外 经费也是不断往上涨 承包商估计单是研制费 和第一批生产费 就将超之8.5亿美元以上 单价则超过2亿美元 有人甚至估计 A12将会耗尽未来三年内 海军飞机预算的三分之二 于是在1991年1月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 下令砍掉了这个项目 A12总共花了美国将近30亿美元 就火力军来看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角翼问题 以及超重经费问题 美国淘汰A12的原因 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A12的定位 与后来的X47B 隐身无人攻击机不同 A12延续了A6这种 载人舰载攻击机的设计思路 定位是在夺取制空权后 突破对手的防空系统 强调尖端的战术攻击能力 而不是像B2那样的 防区外打击能力 事实证明 像超级大黄蜂这样的 多用途战机 也能胜任此类战术攻击任务 没必要研发专门的舰载攻击机 更何况这么贵 第二个就是A12本身的问题 其作为攻击机 性能其实不合格 A12座舱采用双座串联布局 受整体设计影响 后座飞行员下半球视野 基本为零 作为舰载攻击机 后座一般是武器操作员 现在几乎看不到下面的目标 只能依靠光电设备盲射 总结下来 A12被淘汰 就是因为不确切因素太多 谁也不能说清楚之后 性能如何 偏偏费用又太高 当然 当时华约苏联解体 美军对新式战机的需求减少 也是A12被叫停的一个原因 A12项目终止之后 海军又启动了AX计划 作为A6的换代机型 以及另一个项目超级大黄蜂 这个时候 美国空军还惦记着F111的换代机 所以也一并参与了AX 计划名也变成了AFX 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AFX653 海军估计其单价1亿5000万美元 比A12经济 从性能上来看 AFX项目其实是A12的简化型 在航程 有效载荷 隐身性能等方面都低于A12 而且美国海军也改了 不再像研发A12那样搞一个面面俱到 能执行所有任务的攻击机 AFX项目就直接强调攻击能力 其他的跟F22差不多就行 只是到1993年初 国会预算草案办公室发现 砍掉AFX项目 能在未来5年内 节省36亿美元 于是AFX项目也没了 至于A6E后继机问题 经过几年争论 最终决定为F18大改方案 也就是现在使用的F18EF 之后就连F14也退役了 超级大黄蜂 一桶航母甲板 后来美国就开始搞三军通用飞机了 也就是GSF项目 这时候想要什么机型 已经不是海军一家说了算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美国空军 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 都需要单发中型飞机 所以GSF也只能是单发中型飞机 美国海军只能接受这一点 对此火力军也只能说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当年NATF AFX ATA没能成功 现在反悔也晚了 如果苏联没有解体的话 美军军费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 依旧会很多 发展到现在 无论是高配的A12加NATF 还是中配的AFX-653 都是海上一把 只是很可惜 苏联说没就没了 美国的那些黑科技也用不到 只能砍掉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 按照美国现在的技术 能成功研制A12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